国内已经连续33天没有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才强调本土清零看见成效 结果就爆出了争议个案 就是6号境外移入的确诊名单上 有一名从尼加拉瓜回台的60多岁男性 由于他10月底就已经返台了 却直到12月5号出境前裁检才确诊 而且相关接触者当中 他的孙子就读的学校还有两班因此停课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综合研判应该还是属于境外移入个案 但同校的其他家长就质疑 这名个案应该要被归类在本土 控诉指挥中心为了清零 疫调不确实 目前看起来我们的清零的效果是还不错 才强调本土清零看见成效 不料现在却爆出争议个案 有名60多岁本国籍男性 10月29号就已经从尼加拉瓜入境 却直到12月5号出境前裁检才确诊 由于他的CT值高 且IGG、IGM、抗体都是阳性 指挥中心推测 他是先前在国外就感染 初判为境外移入个案 不过现在传出这名个案接触者 共匡列8人 其中他的孙子就读的国小有两班停课 引发同校的家长质疑 这个个案应该归类在本土 控诉指挥中心为了清零 疫调不确实 他就是境外移入个人 然后竟然都没有传染到任何人 或是说我溯源也找不到说有可能有任何人传染给他 如果真的这身边只要匡列 只要有一个才是阳性 那这个就要控制 台湾本土个案持续加龄已经超过一个月 但这样真的就代表社区中已经清零了吗 真的是清零 因为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本土的案例 那我们知道说 那个新冠病毒的传染率是很强的 如果他没有清零的话 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 就会爆出几十人甚至计百人的病例 医师认为台湾一定要追求清零 否则今年五月疫情爆发的情况一定会再重演 只是面对变种病毒威胁 又即将迎来春节返乡潮 考验恐怕才正要开始 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进行的 千人大型混打实验结果出炉 发现如果第一剂接种AZ或者BNT 在九周后打莫德纳作为第二剂的免疫反应 比起两剂都打AZ或是BNT都还要好 但手衣是无奈地点出 即便这个数据再好也没有用 因为国内已经有将近700万人打了两剂AZ 反观莫德纳竟然要因为打不完 即将拿去报废 担忧如果将来出现疫苗破口 那么AZ加AZ是最有可能之处 不过有感染科医师指出 不用这么悲观 如果前两剂都是打AZ 等到第三剂再混打也一样来得及 指揮中心开放让接种AZ的民众 混打MRNA疫苗 而英国最新公布的千人混打 研究数据显示 比起春打两剂AZ 第二剂改成混打莫德纳 抗体是AZ加AZ的十点二倍 如果是BNT加莫德纳组合 抗体也是两剂BNT的一点三倍 但我国的莫德纳疫苗 却从一剂难求到面临过期 可能要报废丢弃 也被医师质疑 那是因为官方从来没有鼓励混打 如果将来出现疫苗破口 那两剂AZ是最有可能之处 医师也建议如果只打AZ加AZ的民众 第三剂应该要打全剂量莫德纳 不过也有感染科专家指出 就算是只有打两剂AZ 到明年第三剂再混打也可以 一倍两倍 这个在实际的清醒之效 几乎是没有差别 几倍的那个抗体保护 它的生物效应 其实是要用对数来看 十倍的那个抗体的差异 它在生物效应杀就是Log10 又是1 但如果是次单位蛋白疫苗组合 像是AZ加上Novavax 抗体是两剂AZ的2.8倍 表现还算可以 不过要是先打BNT再打Novavax 则是只有两剂BNT的0.5倍 T细胞提升也比较差 这一辈部分医师点出 没必要用AZ混打高端 要打就打MRNA疫苗 T细胞的反应 它的高度跟你的保护效果 是不成正比 它只要有就好了 认为从国内做的研究来看 混打高端是可行的 最重要的还是不要相信群体免疫 可以保护没打疫苗者的传说 全民都要赶快接种两剂疫苗 这问题反而太不好道 这几天民众挤爆台北车站 为了要施打莫德纳疫苗 但是有人质疑 为什么不就近到一般诊所去打呢 一问之下有民众反映 北市莫德纳疫苗 除了17家医院有提供施打之外 就只剩下台北车站这个接种点了 加上台北市长柯文哲 又反对开设卖场接种点 导致莫德纳族群 只能到北车去人挤人 对此有感染科专家认为 卖场等处不是不能设接种站 只要备好急救设备就没有问题 但有医师建议 每一个行政区只要设立 两个接种站就好了 才能够避免疫苗打不完浪费 民众急爆台北车站打莫德纳疫苗 但已引发讨论 为何不就近到一般诊所打 一问之下有在24类工作场域 工作的民众反映 为了来得及赶上元旦新规 他要赶快施打第二剂莫德纳 但住家诊所附近都没办法 医院开的门诊又少 进一步询问卫生局发现 目前莫德纳疫苗 除了17家医院有提供施打外 只剩北车这一站可以打 加上台北市长柯文哲 又反对开设卖场接种点 导致莫德纳族 只能到北车去人挤人 对此有感染科专家这样建议 强调过去在H1N1流感大流行时 就曾在卖场打疫苗 进一之一回也可以在卖场等地设接种站 至于北市只有17家医院提供莫德纳疫苗施打 据点会不会太少 卫生局表示这已经是医院能开出的最大量能 因为医院原先就有固定的疫苗预约门诊 后来又新增第三剂追加剂 有的医院来不及调度人力 现在就先开始起个据点 不过还是有一支建议在卖场设接种站 得特别注意这一点 莫德纳疫苗是一个多剂型的疫苗 你假如说人打得稀稀落落 那那一瓶的疫苗可能会摆非常久 时间摆过久对那个疫苗状况 其实是相对比较不利的 两个点其实应该对台北市来讲是足够的 医师认为要提高疫苗接种的可进性 在每个行政区胜利两个接种站即可 才不会出现疫苗没人打又浪费的情形 记者送不到 三军总医院理性牙医被检举 在外私自兼拆经营私人诊所 还冒用他人名义 诈领健保补助高达上百万元 被生压获卷 不过检调再查出了案外案 发现还有三种的牙医师也卷入其中 涉嫌福报医疗费用从中收取回扣 检调缤纷十二路大搜索 涉案的七名牙医跟一名行政人员 在复训之后 分别以二十到五十万元交保后传 移送北检这些人疑似都卷入 三种牙医的诈领案 而这起风暴从他开始 穿着蓝色上衣的正是三种理性牙医师 今年九月被检调约谈到案 因为他被检举私自兼拆经营私人诊所 还冒用他人名义 诈领高达上百万元的健保补助 训后生压获准 检调又查出同样是三种的王姓 庄姓和孔姓牙医等人 七号晚间一共约谈八人到案 移送北检附训后八人全数交保 交保金额最高达五十万元 其中一名王姓医师 交保离开时见到媒体在拍 突然回头指着他的保时捷名车炫富 表示他的车子很漂亮 要不要拍 检调第三度搜索 让案情越演越烈 借台北综合报导 加上哪个王法 酷龍 大家看见到 这个网击 都有人才能处打 来 咱快